盘点金五年大战比榜榜首的女星 杨子热巴崛起 赵丽莹成为大赢家 电视剧比榜 是衡量演员人气很重要的指标 能够登丁年榜榜首的基本上代表了 是当年最火热的明星 今天 小猫盘点了一下近五年八战比榜榜首的女星 来看看都有睡 2015年拍名前三的是唐岩 赵丽莹和范冰冰 唐岩是凭借经典仙侠剧 仙剑奇侠传三走红的 之后资源好盗报 成为大平女神 在2015年 她失业处于巅峰时期 上线迪迪都市爱情剧和《一生笑魔》 民国爱情剧 千金女髓及民国有项剧 活色生香 分别在三家一线 卫视陆续播出 三部作品的首饰率军 尾列全国 同时段冠军 和前三家 成功登顶比邦榜首 不过 隔年 赵丽莹就实现了超越 并连续三年大战比邦榜首 成为最大赢家 赵丽莹是草根出身 又没有强大的资源 本身也不是属于标准地瓜子连美女 在刚出道的时候尝尽了白眼 凭借赵义古不服输的精神 赵丽莹在恒店跑了七年的龙讨 终于凭借古装宫兜大剧陆珍传奇走红 在2015年主演的花仙谷成为了网播量破200亿的大剧 成功尽职位一线女星 2016年 她势不可挡 还上线了老九门 青云志 颜值等物部剧 开启大屏模式 成功登顶比邦榜首 2017年 她在初爆款 主演的古代女性传奇剧出窍 传开播就火了 在网络上掀起了全民追剧的热潮 最终成为了 网播量颇500亿的深剧 延续火热人气 2018年 她主演的古代宅 都剧之佛夜 是很火 这部剧由正午阳光出品 质量高 剧情紧凑精彩 高潮跌宕 凭借这一部剧她再次封神 有点遗憾的 是 她在巅峰时期选择了结婚生字 不然很有机会 再登顶 2019年 夺得底绑榜首的 是杨子 她在2018年上线的 像蜜沉沉浸如霜 天机之白蛇传说斗 很火爆 隔年上线的 亲爱的 热爱的 又大战术家迎平 新进成为90后 收拾女王 2020年夺得榜首的 是迪丽热巴 在这特殊的一年 杨米 赵丽颖 杨子都没有新剧上线 而热巴接连上线了镇上书 幸福出首可 其两部热剧 一月成为至首可热的一线小话 2021年将会 是竞争激烈的一年 除了赵丽颖 杨米 杨子 妮妮等老泰人气女星外 还有赵露丝 探松云 宋谦等 新金流量争夺臂榜 这把想要连榜的压力很大 你看好谁呢